又劝法菩提心文 德里德说 法菩提心 诸善众王 善众之善 无量寿经 启信论 这是 钱庆 彭尔林居士 彭吉庆居士 他的诸书 无量寿经的诸经 他的经题叫七行论 他在这里面说 是知菩提心之 祝福之本源 众生之毁灭 菩提心 观经里面所说的 知诚心 身心 大悲心 至诚心 就是真心 不是妄心 从真心里 身处 神仙 神仙是自受用神 这个伏地心 起作用 对自己 是神仙 对大众 是大悲心 特别是 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 众生苦 真苦 彭吉兰 那个时代 是秦龙时候 秦朝的 绅世 太平绅世 不容易感觉到苦 不失 深入佛法 很难体会 深入佛法如何体会 他知道 愣会 知道 因缘 果报 可是我们身在 这个时代 一切众生 所感受的 是我们亲眼看见的 亲身所体会到的 真苦 平复归介 过有过的苦楚 真真是苦不甘 感召的 天在人后 那尤其在 现在这个时代 许许多多的 对于人生的 目标方向 无所失踪 真苦啊 那 古时候 传统教育 他是 从小 就训习 冷场 道德 因果 深陷教育 对于人生 经营 这一生 方向 目标 签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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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现在没人叫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小孩 我们看到小孩 受的什么教育 电视的教育 网组 网络的教育 电动玩具 游戏机的教育 那你心情观察 那这内容是什么 杀盗 盈亡 不堪入目 小孩 小孩 从小 就这些东西 净如 阿雷耶诗 成为种子 这是细心 不善 他这一生 还会有幸福吗 那今天我们讲 传统文化 冷场巴德 那 推动起来 不容易 原因在哪里 一般年轻人 没有这个梗 对传统文化 存的是怀疑的态度 甚至有否定 都认为这个东西 是封建时代 是古时候这些帝王 欺骗老百姓的把戏 对于无神仙贤 没仙贤 言见耳闻 是西方文化 是民主自由 我们接受到西方文化 造成今天社会现象 那么现在 确实 有人对西方文化 怀疑了 怀疑的人 越来越多 那 那前几年 我在澳洲 洛克文 先生 他的姐姐 我们在 布里斯 班 见面 他就提出 这个问题问我 民主制度 是不是最好的制度 我告诉他 民主制度 是个不得已的制度 在美国可以 美国历史 只有两半年 两半年 没跟 全是 外面 移民 到美国去 美国的 土著 红犯 那是一群 很可怜的人 所以 大家都没有跟 采取民主制度 先 我跟美国人 说过 中国的制度 不适合 美国 美国的制度 也不适合 中国 这一定 要搞清楚 好比 开个店 中国人 这个店 是老店 五千年了 世世代代 相传下来 老字号 美国 美国 才年 百年 没老字号 大家 等临时 摆个摊子 所以 学一个代表人 来管理 这对的 中国总不能 叫他 老店 让他分家 让他也 摆摊子 哪有这个话呢 没这个道理 这是我们的认识 一个制度 由他 时代 因素 在其中 由他的历史 传统 逐渐发展 中国文化 我们自己是优秀 外国人不相信 我看到 英国 他们的一些住所 外国人说优秀 大家没话说了 不但优秀 优秀当中的优秀 这是他们比所肯定的 而且深深期望 在这一个世纪 二十一世纪 中国文化能够普及全球 这是他的愿望 为什么 他说 唯有中国传统文化 是包容的 是轻让的 是为别人着想的 由历史为真 那 说明 他不是随便说的 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 无论对内对外 都讲求 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能够学籍为人 也就是 带别人厚道 自己生活 这一世纪 所以 每个朝代 四周的邻国 都到中国的朝贡 遇到疑难 都向中国 领导人 向中国 读书人 请求 这种历史上 记载的很多 从来没有侵略过别人 中国的文化 他说的 可以救全世界 非常殷切 盼望着 中国文化 希望能够复兴 有外国人 他是为整个世界着想 希望整个世界能够安定和心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互相敬爱 互足合作 中国人做得到 我们也有这个信心 看到他的一些住宿 我们的信心加强了 需要 每个人 每个家庭 每个行业 重视 传统 特别是 传统的智慧 传统的理念 传统的方法 传统的经验 非常宝贵 从南京做起 从自身做起 自身要像 圣贤君子 这个目标 这个方向 去学习 身修 而后加齐 加齐而后过之 过之而后天下平 天下平等对待 好目相处 带给全球 幸福 美满了 这是菩提心 没有这个心 不能学传统文化 没有这个心 不能学佛 佛的菩提心 比这个还大 不仅要基地 救地球 要救 遍伐 继续空间 一切祝福 刹土里面的 众生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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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